始終作為一間隔離酒店 衛生這件事一定是要做得很好 但就連最簡單的 確保床單一定要100%乾淨這件事 這間酒店居然是做不到的 可想而知這間酒店是有多麼垃圾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現在過大陸關的具體流程 今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住的那間非常垃圾的隔離酒店 其實每一間隔離酒店的具體措施 都有所不同 可以說是各處鄉村各處泥 我住的這間比較垃圾的隔離酒店 那些防疫措施都算是比較帥 下車之後就首先會有工作人員 拿消毒水幫我的行李全面噴一次 做一次大消毒 入到酒店大堂之後 就會有另一位工作人員 要求我拿著一張回鄉證 拍一張照 用意應該做一個紀錄 證明是收了我這個人 不過當時其實我是戴著口罩的 所以我也很懷疑 究竟他拍這張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雖然我在香港已經在24小時前 做過一次檢測 不過來到酒店之後 酒店的工作人員 仍然會再幫我做一次檢測 做完檢測之後 才可以進行這個check-in手續 上一集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住的這間酒店是非常便宜的 只是需要249元一晚而已 即是說14日加起來 都是不需要3500元的 而大陸的隔離政策是必須要捉14日 少一分鐘都不能走 而具體時間是按照你過關的時候 填完份健康申報表之後 將出來的QR Code 讓他scan那個時間來作實 由於我是在14日早上10點多鐘過關 因此隔離時間是去到28日早上10點多鐘 付完錢之後 就可以自行拿著行李 上回樓層進行隔離 上到客房樓層 又見到一樣不太夠人性化的字眼 就是整層周圍都會見到 污染區這三隻字 相信沒什麼人會願意在一個 污染區裡面住14日 如果我的字眼改成隔離區的話 對於住客來說應該會容易接受很多 我住的這間酒店 其實上一次都有朋友猜中了 就是上梅林的七天酒店 這間酒店不單是一間非常差的隔離酒店 我甚至可以說是我在深圳住過這麼多間 200多元價位的酒店 最差的那間 不過正所謂一口砂糖一口堆 在正式彈它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好之前 才是講講一樣它比較吸引人的地方 正如我剛才所說 每一間隔離酒店的措施都有所不同 各處鄉村各處例 在小紅書上面 我也見到有些隔離酒店是不允許叫外賣 不過這間七天酒店 雖然環境比較差 不過就可以叫外賣 但是就有限時 過了晚上8時後就不送了 負責送外賣的人 來到酒店之後就會先放在地下大堂 就等酒店的工作人員分批再送上來 但是由於這間七天酒店 明顯人手是嚴重不夠 因此我曾經試過叫完一個外賣之後 是等了整個小時才收得到那份外賣 那份外賣由工作人員送到上來之後 就會放在我間房門口的那張椅子那裡 然後絕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會很沒禮貌 很大力地敲你到門 當然也有小部分比較有禮貌的工作人員 就會比較大聲地跟你說聲外賣到的 而我也都留意得到 深圳外賣對比去年來說 有兩個新的措施 第一就是以往的餐具 通常都是免費提供的 不過由今年開始 由於環保的原因 那些餐具都是要另外收費的 每間餐廳的收費都有所不同 由幾毫子便宜到甚至幾仙都有見過 而且絕大部分的餐廳比得都挺爽 很多時候我都只點了一份餐具 有時候他會見到我份外賣比較大份 覺得是夠兩個人吃 因此他也是會照給我兩份餐具 而第二個措施就是絕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會用一條封條 其實是一張貼紙來的 包著那袋外賣的封口位 那就不用怕送外賣的人 會偷吃了你的外賣一兩塊 如果你說我年紀比較大 不太懂得叫外賣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酒店都有伙食可以提供的 印象中好像是每天100元 讚完這間酒店 接下來就講講它的缺點 這間七天酒店 我查過其實是在2010年開業的 不過七天始終是一間便宜的快捷酒店 因此保養可以說是非常之差 整間房的裝修和傢俬 很多地方都明顯是很破破爛爛的 不過這一點都未到最拿名 最拿名是我覺得它是有很嚴重的衛生問題 我間房的那張床單居然是有織的 始終作為一間隔離酒店 衛生這件事一定是要做得很好 但就連最簡單的 確保床單一定要100%乾淨這件事 這間酒店居然都是做不到的 可想而知這間酒店是有多麼垃圾 不過幸好它是有得叫外賣 所以我在第一天已經立即用外賣APP 來在附近的便利店買一套旅行用的床單 套著它才睡得安樂 由於這間是一間非常之便宜的酒店 因此整間房都是非常之細 不單只房很細 就連窗也都是非常之細 加上這隻窗是剛剛正對著另一座樓 因此看出去是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景觀 在這麼小的地方混14天 亦都不是太看得到外面的風景 整個人在這裡生活的感覺是非常之壓抑 真的有一種好像在坐牢的感覺 另外這間酒店的服務是非常之差 我每一次打去前台 永世都是沒有人聽的 至少要響整個多字才會有人接聽 甚至試過響整兩個字都是沒有人聽的 最終我都是放棄了 另外我在小熊書上面 就看到有其他酒店會送一些大禮包 裡面是有很多防疫用品 甚至是一些食品之類 不過這間酒店 除了只有一批龍膚山泉水之外 就什麼都沒有了 另外這14天所需要用到的日用品 是會全部放在你桌面上面 例如會放很多卷刺紙 很多萬隻紙杯 甚至我看到有一大批拖鞋 以及有很多隻牙刺 放好有用品在這裡 雖然會比較方便 不需要耍耍耍耍打電話去前台 問他們拿 不過變相就會有另一種感覺就是 酒店根本上就是不想跟你接觸 有些東西都放好在這裡 讓你自生自滅 更加拿命的是 我懷疑我隔壁房住了一個歌神 他每晚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要唱歌唱到好夜 唱到整點多兩點鐘 但是還要唱得很難聽 句句都是走音的 我試過打過很多次電話 打電話去前台投訴這個問題 不過等了很久 都是完全沒有跟進過的 可想而知這間酒店是有多麼垃圾 另外其實還有一些小問題 例如隔壁小不免需要自己手洗衣服 不過這間酒店是完全沒有任何衣櫃 可以給我浪衫 另外也是沒有雪櫃 因此不小心叫外賣 叫多了的話就沒有地方可以給我雪 你可能就會說 嘩西多士什麼你這麼多要求 是不是要一間五星級酒店 才可以滿足得到你呢 那當然不是 其實我的要求真的不是很高 給人數就可以了 不過這間七天酒店 我自己就覺得連這一點都達不到 真的在住14天的話 分分鐘會有情緒問題 其實大陸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 覺得受隔壁的人 從來未試過隔壁的生活 很有可能會出現情緒問題 因此會為每一位受隔壁的人士 提供這個心理諮詢的服務 譬如我入住的第一天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問我有沒有曾經有過一些心理疾病 近來的睡眠質量好不好 飲食狀況有沒有變差 和情緒有沒有不穩定 不過我住了兩天之後就心想 在一個這麼差的住宿環境下 心情就自自然會變得很差 再面對這間服務這麼差的酒店 就更加是差上加差 就算你多做幾多次心理諮詢 都是絕對沒用的 不過細心的朋友應該都會留意到 我今次這段片的背景 就跟我上次那段片的背景 是完全不同的 家人作為一個香港人 最喜歡的當然就是投訴 因此我在第二天就跟了相關人員 作出投訴 希望要求換酒店 結果就搬到福田區的另外一間 貴成差不多一半價錢 不過無論是環境還是服務 都是好很多的酒店 而且我搬到酒店才知道 原來之前那一間7天的防疫措施 是真的非常兇 譬如7天那一邊 每天就只會為隔離客量一次體溫 但新的這間酒店 每天是會量兩次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而其餘防疫措施方面的分別 我想詳細就留下一段 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而新的這間酒店 亦都有開一個WeChat Group 讓酒店的服務人員 可以直接跟客人交流 不過在Group裡面 短短兩天之內 已經看到有兩個人 都是跟我同樣情況 都是同樣由上梅林那間7天酒店 搬過來這間酒店 而這間7天酒店 甚至是垃圾到 在我上他那一間酒店接駁巴士之前 工作人員甚至有走過來問我 想不想住這間酒店 當時我聽見7天這一個名 當然第一時間就是say no 不過後來他又說說說 說幫我調不到 因此才被迫住了兩天 這麼垃圾的酒店 不過從側面也反映了 這間7天酒店 真的非常垃圾 而且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 曾經亦都試過 無數那麼多人 投訴過這間酒店 要知道現在由香港去大陸的人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原因 需要過關 需要做隔離 當中其實也有不少的人 是因為工作需要 這些人士 很多都並不是真心是自願上來 而是可以說是半被迫地上來隔離 而隔離酒店 可以說是國家的一個門戶 這間隔離酒店好不好 其實很影響那個人對國家的看法 而在深圳其實也都很容易找得到 不少二百多元 但是無論環境還是服務 都比我之前住的這間7天酒店 很多萬倍的酒店 既然這間酒店那麼垃圾 為何還要夾眼找他做隔離酒店 令到在這裡住的人士 對大陸產生一個超不好的印象呢 而其實中途調酒店 是一件非常之勞民相財的事 隔離人士是需要全身穿防護衣 另外亦都需要找一輛專車 載他去新酒店那裏 去到新酒店那裏又要再搞一大輪手續 既然這間這麼垃圾的酒店 那麼多人投訴 那麼多人想換酒店 因此我在這裡真是很強烈建議深圳政府 如果你不可以讓隔離人士自行選擇 他們想住的酒店的話 那倒不如你直接把這間酒店 在名單上剔除了他就算數了 而我身住的這間酒店雖然未至於很好 不過至少將我由地獄拉回來人間 那麼這間酒店到底在哪些地方做得好過7天呢 在這裡就先買個關子 留下一集再和大家慢慢介紹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